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通书法 笔法 写字的观念方法 枝叶连根的一贯作业教材 为编著课本之交法基石 预书体讲究文字结构 完整的教学系统 有效建立正确的写字概念 有了正确观念 运用字如 自然在写印笔字时 也会有所进步 而中国书法馆 也专门设立相传文字班 便利想练印笔字的朋友们 习得一首漂亮好字哦 今天与生物相关部首毁 原指较小的毒蛇 然而许多昆虫的幼虫 都像蛇一样弯弯曲曲会蠕动 所以三个毁 组合起来就是虫 是各种虫子的种称 以毁作为部首的字 多与昆虫动物有关 那我们就来写字吧 毁是独体字形 左右两侧要向中心集中 以口的写法 直接拉过来 中间一束 可以带有一些弧度 往上拉起 最后点 毁作为左侧部首时 会在中心线左方 闻 带有一些弧度写 向上拉起 点 左低又高 双连笔 最后一扫的笔法收尾 最后一扫的笔法会 再śl一扫的笔法会 保留 最后一扫的笔法会 最后一扫的笔法会 最后一扫的笔法 こんにちは 我们耶稣 是 学习浴书体 简单又有趣 只要你啃写 一定会进步 year 你不必有段 大師為大家帶來一筆字表演 我們每週二晚上十點會上傳 新的單元 每週五會有本週課程 英語翻譯影片 記得準時收看 我們下週見啦